陆委会继上周宣布 恢复10个定期航班航点 和开放13个航点包机申请之后 考量了清明节返乡需求 今天再宣布 从25号开始开放小三通客运中转 只要是国人或是陆配 都可以通过小三通到中国大陆 或是返回台湾 但是呢 据陆籍人士什么时候可以来台 从事交流活动 陆委会则表示 会依照疫情的发展 审慎评估 才渐进式开放 两岸民间恢复中流 再迈进一步 陆委会继上周宣布 重启深圳 广州 南京等 10个两岸定期航班 也规划13个包机航点申请后 16号再进一步宣布 恢复小三通客运中转 从3月25号起 凡是国人及其陆配 皆可由小三通路线 中转 复陆及回台 因清明节即将到来 两岸民众有返乡进一组等需求 25号起凡是国人或陆配 都能透过小三通往返 航班也会增加 京夏航线每日从一班到至多六班 京全航线每周至多三班 马祖航线每周也能增加到14班 增加输运 但陆席人士依旧正式无法中转台湾本道 不仅如此两岸已持续禁止团客入境 旅游观光业者好不容易等到春暖 但暂时还看不到花儿盛开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